不管比賽單打還是雙打 你來我往比技術也比默契 好不快樂 基隆市長壽山早起會主辦的 第一屆熱火杯桌球邀請賽 在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及七篤區永安禮辦公處相挺協辦 以及身為桌球委員會主委的市議員 曾紀妍指導下熱鬧開打 部分雙打更要求年齡合計 要120歲以上才能比 也吸引許多熱愛桌球運動的長者 前來參加 提倡要健康要長壽多運動的理念 來幫我們爭取這些經費 讓我們有機會辦這個活動 讓大家都好高興好高興 所以再怎麼樣還是要謝謝 八幾人差 直接去 這個還要爭議員 還有楊副英長 應該雙打是100億 加強110歲 以及年齡都是60幾歲 就有70歲的熱名的長者 都邀請他們來比賽 那感謝我們基隆市議會的楊副議長 爭取這些經費 讓我們七獨的長壽商早起會 能夠辦這場活動 那希望說由這個桌球的活動 能夠促進我們長者一起走出來 走向社會 走向我們的團體 一起來參加所有的桌球活動 那也增進我們基隆市的桌球體育相比 我們的贊助單位 就是我們的中友跟台電 那今天的活動 我看到我們的長者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們跟我說 從來沒有參加過這個活動 所以他們是非常的樂意參加 也希望說以後多多舉辦這樣的活動 當然這個經費來源非常重要 所以非常謝謝我們台電還有中友 那今天也讓我們這個社區感覺更活化 那也藉由這個運動告訴大家說 一定要走出戶外 都採取這個社區的活動 都出來走走運動的話 會讓你更年輕更健康 也因為主要是吸引愛打桌球的長者 來以球會友 因此比賽規則中 除了第二點單打年齡性別不拘之外 第四點單打要60歲以上男女不拘 第一點雙打合計年齡要110歲以上男女不拘 第三點混雙則是要年齡合計115歲以上 第五點雙打更要年齡合計120歲以上 男女不拘才能比 而台電協和發電廠以及台灣中油基隆營業處 也贊助這場邀請賽 為熱愛桌球的長者們加油打氣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